哈囉 歡迎再度回到汽車俱樂部 第二個小時的節目現場 我是主持人龐德 那我們現在到八點 這一個小時的時間是開放現場COIN的 COIN的地方是0283693398 您可以針對今天我們所聊到的話題 提出您更的想法意見或不同的經驗 尤其是您跟龐德一樣 昨天也塞在國道五號南向北的路段的話 也可以分享一下您所看到的經驗 或者說您對這件事情的看法 都歡迎您針對這個題目 來COIN進來 那當然呢 在這個車子有各方面的宜蘭雜政也一樣 可以在這一個小時的空中修車場 隨時可以COIN進來 那如果說您不方便打電話進來的話 您可以到臉書 輸入旁的應該很容易找到我的粉絲團 那幫我按個讚 我們感謝您 其實每天都陸續有一些朋友在幫我按讚 其實按讚的朋友 有不時的我就會送出一些小禮物給他們 當然這是隨機的 那一方面我覺得這也對我有意義 表示大家也許支持或認同我的痛調 那有時候也會寄一些小禮物 來感謝這些幫我按讚的粉絲朋友們 那不一定說是針對這個塞車的這個問題啦 或者說其他的一些交通的狀況 我剛才前面提到的我也很希望說 透過這樣一個平台大家能夠集氣 針對一些大家共同都關注的一些議題 跟交通相關的 或者說呢最近台北市啊 這個停車格要一律收費啊 這些都是可以大家一起來討論 那車子的其他易難雜證呢 也一樣可以在這個小時的時間空影 大家共同來分享 那也可以到我臉書去留言 我會盡快給各位做答覆 改進第一位朋友是Eric Carnell你好 你好 你好請講 這就要講到說 這個政府裡頭一些個交通專家 這個交通專家我特別用雙引號把它框住 證明說我想講的是假專家就對了 就是這些個交通假專家 所想出的一些個廢人點子 基本上他們的利益是不錯的 可是執行的工具上面出現了問題 你是指這個血稅的管制嗎 還是指對 OK 你可不可以想像15、6年前 接近20年前 嗯 那些交通專家開始想像說 要怎麼用一個移控 雜道移控 雜道移控的管制去解決高速公路上 那個假日車流浮賽的問題 嗯 那時候那個原山段 那個高速公路南下原山段 嗯 由建國高架所匯流進去的那個端口 嗯 不是就出現了這個 你剛剛所講的今天這個 對 血稅那個地方 他從建國高架匯流到中山高南下的那個路段 嗯 後來怎麼樣 你的觀察後來怎麼樣 那這個問題 到底他的端點在哪裡呢 就是很簡單的 嗯 並不是一個能夠真正偵測出那個高速公路上那個流量 到底是什麼順暢度的那個方法 沒那麼先進啦 可能只是依照經驗值齁 某個時段某個時段這樣 照經驗值而已 對啊 對啊 就是他採行的就是那個原本 如那個鬧鐘那種某一個時段 是 那這位大哥您覺得 那您覺得應該 您覺得應該怎麼樣是您覺得怎麼樣是比較好 什麼做法您會覺得比較好一點 嗯 最近 十年來大概那個問題已經解決 那問題就很簡單嘛 嗯 你就在那個高速公路上去埋設一個壓入條 或者是如現在遠傳的收費機制那邊 那個縫外線去偵測出那個高速公路上一個真正流量的那個背景 嗯 而把這個資訊給反射到它那個移控管制嘛 你是建議要這麼做是 還是說你說這十年來逐漸解決是怎麼解決 就是依照您剛才講那個壓條 還是說你建議以後要這麼做 那這個事情很簡單啊 就如同我剛剛說的 因為你不能在那個移控 你不能在那個移控工具那個端點 發射出一個正確的能夠偵測出高速公路上 好我再來了解您的意思 謝謝齁 其實我覺得沒有事情是簡單的啦 我覺得 我覺得是絕對不是一個簡單的事情齁 只是說呢 剛才這位Eric兄您提到ID我覺得是很很很對的齁 就是說呢 你今天要砸到這個要移控齁 就你移控的標準是什麼 那依目前來看就是用經驗值 我想應該是沒有錯的齁 比如說哎呀這個地方被觀察到呢 在某某某某某時段 或比如說現在清明廉價 那就會預期在幾點到幾點的時候會湧入多少多少的車流 所以要做一個雜道移控嘛 我想應該應該您提的基本精神是這個樣子的齁 那我想有兩點齁真的您應該提到我個人的看法 大家参考参考 大家都可以讨论 第一个就是说 雪岁跟一般的这种纯粹 就是开放式高速公路 我觉得意义是不太一样的 我觉得意义不太一样 因为雪岁有一个很强烈很特殊的一个安全理由 就是你不能够允许在雪岁里头出现塞车的情况 塞车就是定点不动 你看雪岁如果车流量是零 那是非常非常可怕 随时要出人命的一个情况 那一般的开放式的高速公路 不管刚才这位Eric兄弟提到的建国或什么也好 反正只要开放式的 那最多就是塞车很苦而已 那如果拿一台车抛锚甚至烧起来 也不会造成这个毁灭性的事情 但雪岁是会的 所以我想这一点是有差异的 那另外一点就是说呢 你今天如果说是一般的这一个都会区的交流道好了 就你的后悔区很多啊 对不对 你今天一塞你马上就左转右转各个路口很多嘛 比如说你要逃窜的路线是很多的 但是雪岁的话我想的逃窜路线相对是少的 相对是少的 第一个你能够选择的不多 我们今天你说内湖上不去我改从这个建国嘛 建国再上不去我改从重庆嘛 我再上不去顶多多捞一点三重我也可以上 但都不是算太遥远的路段了 今天如果说是雪岁的话 那个选择是我就我刚才讲的嘛 我礼拜六我的选择就是 多走了一百多公里啊 到了基隆啊 那一百多只到基隆而已 我的目的地不是基隆 我的目的地是台北啊 只是雪岛基隆 所以相对绕能力大圈或者说你走北移 北移不仅说路途遥远啊 北移还有安全性的问题啊 北移公路是很危险的一个路 所以我觉得相对那一种急迫感 或者说选项的数量来讲 我觉得先天上是有不同的 所以我认为说呢 这个雪岁的问题 我的看法 我不觉得是车流量跟这一个实际需求量的比例的问题 我倒不觉得是这样子 我觉得不是 我觉得不是这样子 我觉得是说 你要想尽办法 让大家 让或者说一定数量的人 在某个时段强制被禁止他使用 或让他非常不方便的 来强烈建议他不要使用雪岁在某些时段 我的看法是这样 而不是说你精准的去计算比例 因为照我刚刚讲 至少我昨天看 我礼拜六看到那个情况 我觉得他计算的 其实应该没有不精准的问题 而是说呢 要经过雪岁的这个车流量 跟实际上雪岁能够负担的车流量 有极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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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讲了五个极大的 的悬殊 我觉得这个 这个是我看到的问题 因为即使说 我所看到的地方 我塞的简直不会动 但是我看到的那一段是空的 但其实雪岁头那个地方 还是回堵了一小段 然后雪岁的内部呢 时速40公里也是偏慢的 等于说我因为安全理由 我也不能让你再进来了 对不对 再多那就不能了 我能让你在外头塞 不要在里头塞 所以我觉得可能在雪岁这个部分 还并不存在说 你的车流量 跟你的这个 真的负载量的比例的问题 比例可能没有错 只是说应该想个办法 让民众不要这么的大量使用雪岁 而使这个雪岁的这一个功能性 受到很大很大的挑战 这所看法 还是很感谢您的这个 您的这个call in 好我们接下来位是吕先生 哈啰你好 你好 你好你好 不敢请说 针对您今天所讲的雪岁塞车的问题 跟摩托车的问题 我是蛮赞同您的您刚才的说法 是说像说单号数或者是双号车牌 这是一个做法 这是一个做法 第二个我是觉得这个事实上 观念的问题 驾驶人观念的问题 因为我曾经看 我是小航司机啦 是 我这样子刨雪岁 刨雪岁这样子下来 我几乎都看到的就是说 第一个驾驶人进去雪岁很奇怪 不开大灯的很多 第二个故意拉长车距的很多 导致后面的就就放慢速度 而且最近又开始规定说什么 雪岁要保持保持 最最最小的车距要保持50公尺 可是为什么电视媒体在报道 这件事情的时候 为什么不先说 限速在90公里的时候 是保持50公尺的距离 如果你车速比较慢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拉进车距 每次雪岁塞车的时候 都在那边广播说 不要刻意拉长车距 不要刻意拉长车距 导致后面的车子就全部堵在 堵在头层路段 堵在头层收费站那边 那个是什么情形 就是因为驾驶人观念 我就是赶快过就好了嘛 雪岁你有什么好看的呢 我说他们开太慢了 对啊 就故意把车去拉长 有什么好稀奇的 雪岁就是这样子而已 赶快过 大家赶快过 不好意思 你说他们故意把车去拉长 是什么意思 就故意 他们为什么要故意呢 我也不晓得 就是车速放很慢 我曾经 就超过50公尺就对 对的 很慢就对 超过两三个消防穿箱 那我在后面闪他 但大灯警示他 叫他速度加快 他一样依然顾我啊 嗯 一样就是慢慢开啊 那你后面 后面为了 你现在开始要抓车去好了 你为了怕 不保 不够 不够那个50公尺的距离 你看 下次会不会雪岁塞的更严重 绝对会 因为他们都怕 怕说哦 我现在 我现在 我现在这样子 我会不会太近了 我再拉远一点 这样子就不会被照 那这样子速度 只会拖更慢而已啦 OK好好了解你的意思 其实这个雪岁 我刚才讲 我前面有讲说 大家常常讲说 很简单嘛 没有事情是很简单的 刚才这位旅行生讲 这也是另外一个 真的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 我之前我也曾经提过说 全台湾有个地方 是很奇妙的地方 就是说 全世界都讲说 十次车速 九次快 全世界的这个警语 都是请放慢车速 绝大多数地方 99%都是这样子 但是台湾的雪岁是 我每次进去 有时候我们就拍 我们要拍一些影片嘛 特地把那个 那个画面拍起来就是 请加速 还会请人家加速 这是很特殊的 那为什么会这样 就是说 如果以安全的理由 不管是在什么环境之下 慢一定比快 就是绝大多数情况之下 慢一定比快来得安全嘛 OK 但是雪岁里面呢 如果说今天有一位 不管是阿伯啊 或者什么 或者开车习惯就是很慢的人 他觉得因为安全的理由 他他要慢慢开 好他慢慢开 那如果说我们尊重他对于慢慢开的选择 那也没什么批评他的嘛 那怎么办呢就这样啊 那说因为他这样造成这个堵塞 那这个大家来讨论 好是不是在雪岁里面呢 因为你认为开慢比较安全 这件事比较重要 还是说呢 因为你开慢之后呢 造成可能的回堵 这两件事情大家来开工厅会 好大家来讨论 觉得哪件事是比较重要的 那如果说大家认为维持一定的车流量 不要这样的回堵 是比较重要的 那就立法 你时速低于八十进行举发 开太慢要进行举发 好如果这件事情是大家认为是对的 好或者多数人认为是对的 那就这样干啊 那有些反对人反对你不要来雪岁嘛 我觉得民主政治意义应该就在这里 就是说你大多数人的决定为政策嘛 那尊重少数 什么叫尊重 就是说很抱歉 不会依照少数人的意见做事情 但是我们尊重你 你可以讲我们尊重 但是不会依照你的意思 这个才叫做民主政治啊 而不能因为说呢 知道有人会反对 那这些大多数人声音就不敢做这个事情 我觉得这个才叫做观念问题 我认为了 我认为这个才是观念问题 至于呢 你说他开慢是不是一定就是一个必须要被指责 说实在这个部分我个人是没有答案的啦 好我没有答案 就是说在雪岁里头 我也遇过啊 我二维也会去宜兰啊 就是说他前面还是开很慢 然后呢是沿线都是双白线嘛 那你今天说 哎 以法律上来看 我沿途都不能够超越他 双白线啊 我不能跨越嘛 对不对 但是如果说以立法精神来看的话 今天他太慢了 他太慢到影响车流 我是不是在这个时候 我可以去用法律解释的方式 我解释说 我现在的违法不叫违法 很抱歉哦 你我他都不是司法人员 我们都没有能力做这件事情 顶多就是说 你今天跨越 然后被吃一张罚单 你要经过 你愿意经过很冗长的行政诉讼也好 或者法律程序也好 去经过司法程序来认定说 你这个违规是否合理 顶多这样子而已啊 所以我觉得癥结还是在于啦 就之前我也曾经对这件事表达看法 就是说流量比较重要 还是安全比较重要 今天如果说因为流量的关系 造成某一次血税内发生一个毁灭性的灾难 那当时提倡流量人会成为历史罪人的 好吧 我们空一定要是0283693398 多听听大家来看吧 好了 我们听这位是战先生 哈喽你好 喂台湾你好 你好你好 请讲 长德你好 你好 不好意思 因为我本身我是学工程的 其实像血税这种全世界前几大堂的隧道 它的时速如果真的太慢的话 其实反而是不安全的 因为血税它经历过非常多不同的断层带 对还有很多的破裂带 那它其实都是用人工的方法去加固的 对所以它时速一定要维持在某一个限度以内 不然的话如果真的有一个万一 有一个地震还怎么样真的是相当相当相当的危险 你的意思说要尽快离开血税比较好就对 你的意思是这样 对基本上其实政府的宣导有问题 政府当初它在宣导的时候 它应该是说这种隧道的地方 就是大家都尽快要通过 当然对行车上的安全的部分是必须要考量的 但是对于它结构的安全的东西 我真的觉得说政府宣导的太少很多人很无知 然后就会认为说一昧认为慢就是安全 OK好了解你的意思 谢谢 其实我觉得对我觉得很谢谢你提供这个意见 但是我觉得是不是因为说血税本身有一个潜在的危机 大家应该尽速通过 那就应该要维持比较快的车速 我觉得这个也是要大家来讨论 要大家来讨论因为这帅先生您讲的很好 就是血税您的意思就是它里面 你进去准备就是搏命 我觉得您三号是有这个意思 就是它本身有很多很多问题 是用人工它是一个脆弱的 等于你进去你就可能会遇到一些你说崩塌也好 或什么也好 我这样的意思就是要尽快通过 但是我觉得我比较担心的到时候 如果你要担心那个的话 我觉得啦 那你根本就不要 大家就你如果你怕你就不要进血税 就像你不要住火山带 怕会火山爆发一样 那就不要进去 我比较关切到说 那个东西我们也没办法考虑了 我比较关切就是说 如果你在里面发生车祸 或者说因为塞车 大家动不了之后 升温闷烧 造成第二次的这个毁灭型的灾难 我还比较担心那个啦 那这个东西跟车速 到底有怎么样的一个直接进阶关系 可能带大家来讨论 好我们休息一下 哈喽 欢迎再度回到汽车俱乐部 我是庞德 那我们现在到八点了 这半个小时时间 依然是开放现场 Coin的 Coin地方是0283693398 你可以针对我们第一个小时 提到的一些内容 提出你个人的想法经验 或者你在车子有各种的疑难杂症 也可以在这一个这半小时的空中修车场 把你的意见提出来 像我昨天我刚才提到哈 我们在塞车的时候 我另外一个朋友 因为我是开新车去的 这车厂提供的试车哈 新车我就一点都不担心车况的问题 那那朋友他开那部车已经十七八年了哈 他就呃 本来他也不认为那个车 他平常保养的很好 也不觉得有什么 我们也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哈 但是一遇到这种连续定点两个小时 没什么动哦 他就会有点担心 我也有点替他担心啊 而且他说他那个油表哈 因为你想油箱嘛 油箱这种轿车哈 通常是有一些硕形啊 他不是方方正正的哈 有一些不同的形状 透过一些红吸管原理啊 或一些什么管路啊 让他油能够平均分配在 每一个部位的油箱里面 所以你这个油箱到底里面的油量还剩多少 我们看是很简单 就看油帧而已 但他的油帧是经过一些计算 这个计算当然依照每个车的油箱的位置和深度各方面不同了哈 他说他哎呀他当时换汽油帮补的时候呢 有顺便把跟汽油帮补一起的那个浮筒给换了 但是呢自此就发现油表怪怪的 但是反正他就用里程数来计算了 那当然我们知道里程数来计算的话 跟你的开车的习惯啊 你的这个环境啊 跟的耗油量有关不太精准 他就很担心哈 他说我不是最担心再继续塞一个小时 我很怕会不会到时候进雪水之后 塞在中间他这个刚好煤油不会动啊 哎呀所以这个实在是哈 这个千云万语了哈 大家都对这个事情感到很无奈哈 好我们继续可以呼应好了哈 呼应叫做0283693398 第一位是魏先生哈喽你好 盘德里好你好你好请讲 你刚刚提到这个雪水归宿的问题啊 哎是 我想了一下对于这个解决雪水塞车 它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嗯但是它的的确确是造成塞车的原因之一 那么这样的话我想有一点意见啊 提供做参考是 雪水里面他有监视器 那只要是他监视器发现这个车子在80公里以下 嗯他归宿了 那波音员可以拨他的车号 嗯那拨他三次他没有改进的话 嗯那后面那部车子就可以合法的超越 哦OK 那这样的话 嗯后面那个车子他就不会有违规啊 嗯他有依据啊 嗯那这样的话对这个改善可能有点帮助 嗯是谢谢 OK好谢谢哈 这个意见我想 我想我们节目有时候会有一些长官在听哈 看能不能纳入一个参考啦 但是如果刚才这个意见你问我的话 我个人觉得广播三次这个部分我完全赞成哈 那我就广播三次之后我觉得进行举发 好我我我觉得我比较我比较赞成这样做哈 我还是不太赞成就是说让跨越白线超车这件事情能够成为合法 好我我我认为不应该这样 除非我觉得像这种双白线或双黄线哈 你真的要能够合法跨越唯有说你有一个不可抗拒的一个问题 比如说前方忽然间紧急刹车或前方有什么 忽然掉下个障碍物或干什么的 好你闪躲没办法 因为超车基本上就是一个危险的动作了 虽然说是顺向的 但是在隧道里面因为要绝对绝对的严格避免车里面有可能的燃烧或者撞击等等的嘛 所以我觉得综合综合一下啦 好我们就下一位郭先生哈喽你好 你好你好请讲 请问一下 这个现在车子都在流行的缸内支分跟渦轮分压 嗯 那个涡轮是缸内支分是汽油车也是缸内支分 那涡轮分压是 是 需要 需要柴油车可以 还是汽油车也可以 哦没有没有没有这个缸内支分现在很多汽油车都已经有了啦 嗯 我听说那个涡轮增压啦 对涡轮增压加缸内支噴嘛 嗯 是 那个柴油车也可以 那是缸油车也有 对对对OK你要问这个问题吗 好谢谢哈 其实这个缸内支噴这个东西是这近几年发展出来的 而涡轮增压呢是已经发展几十年了哈 只是说 近几年因为有缸内支噴之后呢 让涡轮增压这个东西又卷土重来 就是说之前还没有缸内支噴的时候 涡轮增压器的概念其实也没什么难的嘛 好本来是你活塞往下吸 然后你节气阀有开 空气就能够被吸进来 那节气阀开越多 就是你同样的吸力给他的时候呢 你开越多他就吸越多 开越少他就吸越少 但是如果你全开的时候 节气阀全开的时候 那顶多就是你你的吸 你吸多少气他就吸多少进来 不可以无法增加 那尤其在高速的时候 因为你活塞往下吸的时间很短嘛 那空气是有弹性的哈 所以可能没有办法完全吸进来 那这个时候涡轮增压的概念就是说 不仅说让你用真空的力量去吸气 他还主动的灌气进来 那比较弱的增压就是说 让你因为弹性呢 而少吸到的这个量补足 那更激进的做法就是呢 不仅补足啊 还增加原来的量 超过一大气压 你本来吸的行程只有 假设500cc好了 我让你吸进来的时候呢 如同有600cc的含氧量 或甚至更高 这就是涡轮增压的概念哈 但问题是我们涡轮增压器 一定要靠引擎转速拉伸 来提供这一个足够的压力嘛 那你还没有提供压力之前 那根本没有打进来 没有打进来那就没什么作用嘛 而打进来之后呢 如果说压力过大 会造成暴震 所以早期的引擎呢 加涡轮的时候呢 都会先把压缩比给降低 本来9比1的可能降到7比1 8比1 OK 然后让你的涡轮增压 启动的时候压力打进来 这个时候呢 让你本来7比1或8比1呢 因为变成正大气压嘛 超过一霸以上 填补之后呢 让它力量能够足够 又不至于说造成很大的暴震啊 或这个气缸融毁的现象 那现在 这个钢力直喷的意义就是说 如果照以前的做法啊 我涡轮增压的力量还没进来之前 你那个7比1、8比1啊 力量很小啊 没什么力量嘛 那等到你压力一进来之后 哇力量来了突然又跑出来 所以就会让引擎有这个 这个所谓的涡轮磁质的问题啦 就不好开 动力一大一小 那现在有钢力直喷的意思就是说 它能够让这一个有增压进来的时候呢 那个暴震的情况降低到最低 使得呢 这些涡轮增压引擎 它在还没有增压的时候呢 它也有一定的 一定的一个这个输出 为什么 因为压收比不需要降低 你看现在的涡轮增压 钢内直喷的引擎 那个压收比就是9.5啊 10.1啊 都跟自然进气引擎差不多啊 所以还没增压前 它也保有一定的力量 增压之后呢 力量出来有延续啊 就不会有这种所谓涡轮磁质的现象 我这样应该说的很详细了 如果你觉得不够详细的话 你可以到我脸书啊 或到我的007汽车网 里面我都有专门在拍这个影片 介绍什么叫做涡轮增压跟钢内直喷 就是因为有这个技术 所以现在这些汽油引擎 汽油的 几乎只要是比较新款引擎都用了 这样的一个设备 好不好 接下来是郭先生在线上吗 没有哈 OK好 所以这个钢内直喷跟涡轮增压 应该就是所谓现在的 高效汽油引擎的这一个标准配备 那当然我们之前有提到说呢 Toyota那Camry不是出了一个新的引擎吗 它就是把这个钢内直喷 跟这个钢外直喷的两个系统 依然的去维持 那维持有什么好处呢 但我不敢说它的引擎 就一定能够达到所谓的两全其美啦 但是呢 钢内直喷过轮增压引擎呢 其实倒是一直有 这个持续的有一个抱怨的现象 就是说钢内直喷之后呢 会造成这个引擎呢 有一个比较过度的震动 所以呢 我在最近拍摄的这一些 汽车试驾影片里面我也有特别提到 你这一个使用 钢内直喷的引擎 没错 你的动力输出很OK 动力都很大 然后呢延续性也很好 没有什么持续的问题 但是怠速啊 我的天啊 你可能之前开一个 等级不是很高的车子 对不对 顶多开个7年8年引擎 引擎脚比较不好的时候才有震动的现象 哇 现在花个200万300万 买个进口的什么高销动力引擎 那个怠速叮叮叮叮叮叮叮一直摇 摇的你都不知道是车故障还是本来就这样 但是呢 其实但这里要 这个理论就比较深奥一点了 就是钢内直喷引擎 其实常常会伴随着一些 这个怠速的时候比较大的震动 所以呢今天 在下午的时候 我刚好也有接到一个 这个网友在我的脸书上发这个问题 他说呢他现在考虑买一台这个B&W的这个车子 他问我呢 这个在引擎的形式上 该做怎么样的选择会比较好 那我给他什么意见呢 好我们待会继续聊 哈喽欢迎再度回到汽车俱乐部 我们现在最后10分钟 依然是开放新厂COIN的COIN 电话是0283693398 如果说您不帮你哪个进来的话 你可以到我脸书去留言 刚才就有一个 一位这个 肖先生 马上在我脸书就贴个文章 但在我这边贴个文章 帮我按个赞 谢谢您 呃 他就有提到说他的看法了 好像他本来也是爱车一组 后来呢 因为某个原因呢 被迫不能开车了 去做大众这个运输工具 后来他发现很好 这当然了 凡事都是一体两面嘛 那他也建议说呢 可能要透过什么强大的大众交通系统啊 或者是这个价格优惠的大众捷运系统啊 等等的 让大家有诱因啊 甚至呢 要让这个选择开车的人呢 有一些成本的增加 比如说呢 去课征塞车费 这个东西 我觉得这完全是符合我刚才所提的 就是 你政府要做一些让人家觉得 让人家觉得因为 因为他做某件事会增加很高成本 让这些人知难而退 那当然你会说啊 这被人家骂翻 那你就要被人家骂啊 不然怎么样呢 骂到后来你会发现说这样是对的 其实民众的心中都知道说怎么样做可能是比较好的 只是谁都不愿先吃亏嘛 那你今天政府要建立这样的微信 然后告诉大家说这样做这个理由是什么 讲得很清楚 就硬起来去做 那这位先生他提到说呢 这个加征高额的塞车费之后 把这个塞车费的费用呢 用于提高大众交通系统的补助费用 我觉得这 但这个做法我觉得还可以大家再讨论了 只是说这个精神我就很赞成 就是你一定要造成一些人的不变 那你这个不变的理由随便你去想嘛 你要因为节能减碳的理由也好 你要因为减少这一种塞车的情况也好 或者因为安全的理由也好 你就做嘛 对不对 不要被人家骂两句 就说回去 人家骂你脑残 就说回去 但我觉得民众也不要动不动就说 人家是脑残或者是怎么样了 我就放任 我觉得就放任这一些关于做事 做的不好叫他下台 好让人家 要不然真的是永远都是没有任何政策 然后大家就是各凭本事 然后最后就是搞这些很不文明的事情了 ok 不要话讲那么多 我们应该接这一位是张先生哈喽你好 喂 你好 您在线上请讲 因为那个雪碎的问题 我现在跟我本人和我的朋友都有一种感觉 因为现在的汽车进到雪碎以后 因为怕吸飞机 大家的窗户都是关起来的 然后现在的汽车隔音又做得很好 就算里面没有影响好了 每次经过知道有广播 但是广播的内容是什么 没人知道 是 所以说这个变成是他有广播跟没广播是一样的 所以说倒不如隔一百公尺 有一个LED的萤幕 你把也打出来 某某车请你加速 或某某车你怎么样 我们眼睛一百公尺的萤幕 靠近就看到了嘛 你隔一百公尺 你广播什么都没人知道嘛 你不相信你在机车里面玻璃关起来看看 知不知道 保证你根本不知道在广播些什么 所以说我是觉得说有政府官员做事 有时候是很奇怪的 好像是死读书 不会做事 讲得不好听啊 小朋友都比他们强啊 这真的真的讲实话啦 现在小学生你看看 他提出的证件都比政府官员还要好啊 我是不知道这些高普考的公务人员 这真的是死读书啊 这八股文嘛 这警察的八股文 OK 好 谢谢 关于这个广播 这倒是真的 甚至听不太清楚是真的了 其实在欧洲一些国家 这就有发现了 他们可能就透过 我想是法律的规定了 就是在他们国内 所有厂牌的 形式的 这一个车用的广播的收音机啊 他一定有一个频道 就是专门给交通使用的 比如说你进入雪水这种地方 那不管你在听什么广播 他就是强制会收到他的频道 好我们现在好像是听警广的话 他会会插播吧 那他们那种方式强制 那会不会 如果说你没开音响 会不会强制把你打开 这个我倒不知道了 不过这LD是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做法 让人家看到 只是说可能又会有人 妈LD啊刺眼啊 那我觉得还是回到刚才的议题 如果说认为说这个做法是好的 就做 你不要管少数人或者几个媒体在 哎呦刺我的眼睛啊怎么样 就做吧 我觉得还是要强调就是说 只要多数人赞成 少数人的意见尊重即可 但千万不要因为有少数人很大声 因为大声 然后让多数沉默者就范了 那是最不好的事情 我们就下一位 林先生哈啰你好 你好 你好房东你好 你好你好请讲 是 雪水的问题啊 我一个建议 因为我是一个计算车的司机 是 长跑雪水 是 你应该可以建议我们的长官就是说 雪水这么长 可以开放三个小段 平均分配 可以超车 开放超车段了 对对对对对对 那一定可以化解这个后面 归宿回堵的问题 嗯 这个很简单的一个解决方法 嗯 部分开三段 那可能十公里或五公里一段 嗯 这样就可以 像五阳高架啊 五阳高架啊 五阳高架有些路段 可以切进来切出去 就是那个高层载的专用道 对对对对对 类似那样一个概念 嗯 我觉得这样一个一定可以是 那个 枢解这种后面归宿的问题 OK好谢谢 那另外一个 刚刚那个先生说 是 更多听不到那种什么广播 嗯 那他可能没有试过 嗯 开一进全税 习惯开景广 或者开景广 对我刚才讲 那这就只有景广啊 对对对对 我曾经试过 我开不同的台 他也是强迫收听到 那个血税广播 会是 OK 对对 而且非常清楚 不会听不清楚 到底在讲什么 哦 那如果没开收音机 那就没办法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习惯进血税 就要开收音机 嗯 就不会怕说 有听不到广播的问题 谢谢 OK好谢谢 其实关于这个超车道 我觉得这个问题 倒是很很很好的问题 我想血税当然是最急迫的了 因为他是有流量的问题 然后又有一个非常非常高的一个安全上的考量 你说北夷公路 你说书花公路 或者更多的这个南南北北啊 这种所谓的狭窄的连续长的山路 也都是有这样的问题嘛 在书花公路像我这个月去两趟花莲了 就书花公路也是一样啊 大家去那就知道说 你就一定会遇到慢车 然后你准备要超车 要怎么个超法 每次去 哇真的是一定都录到很多很惊险的画面 就你遇到一个这一个拖板车 或者是这个大卡车 那种车他当然开不快 那你遇到他那沿线都是双黄线啊 那怎么办呢 那以这一个开放的路段来讲 通常解决的做法也不会是把双黄线给取消 而是说呢有一些有避车道 就是说内线的地方呢 有一个在挖比较深的地方 那这一些大车呢 如果说他们比较有礼貌的话 他知道后面已经一长串了 OK 那大家已经快受不了了 其实你某角度看了 后面受不了超车造成撞车 你自己也遗憾嘛 对不对 所以就要进入避车道 让后面能超过去 但是如果雪碎里头的话 你刚才有位工程师也讲 能做成这样也不简单了 我想你要再往旁边挖一个避车道 让人家超车 我想那个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啦 那是不是要取消某一些路段的双白线 嗯 这个也是一样 回到我刚才的一个看法 可能大家一起来来讨论 看怎么样做比较好 但是到底呢 慢速是不是真正回堵的最大的关键呢 我想这个一定也要大家好好的思考一下 那我们今天节目进行到这边 我们下周统一时间见 拜拜